好 人民力量第二節跟大家見面 再次介紹先在我右手邊這三位 就是這個全民退休保障聯席的朋友 最右手邊那位就是這個反強積金陣線 剛才我們上一節講到 我首先要澄清一些資料 就關於立法會投票 關於這個當時強積金這個計劃 那些朋友都提醒我 就說當時的民主黨是投反對票的 不過我自己在落 但是工商界真的很支持 或者子庭 你解釋一下 講講一下 你就很有研究當時的投票 那些取向和當時的投票那個 那個辯論 辯論都很激烈 其實最主要都是想講一些 現在都還在政界那裡 很大聲疾呼的人 包括唐青蓮在內 唐英蓮當年是自由黨的 他是投贊成票的 但是如果現在他還出來選特首的話 這個十一年來天怒人怨的強積金 我相信在他選特首這個 是我們一個頗有力的武器來的 就是他當年這個政治錯誤 就是他和自由黨 就是台南合污 就是支持這個商界 財金界去投票贊成 另外就是當年的辯論都很激烈 當年尖培中就支持這個方案 至少能夠在香港創造就業職位 當年黃雲發 黃雲發已經是一個比較保守的議員 他都很嚴厲地指揮 尖培中說 你雖然是一個代表財金界 但是你也不太過分 不要說這些話 黃雲發當年的說法 也挺有趣的 尖培中又舉了一個去喝的例子 我不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也是有空 自己去看立法局的會議紀錄 當年黃雲發就說 即使動用公帑去益一部分的人 我們都要三思而行去想清楚 我們用不用這筆公帑去益某部分的人 不管那群人是甚麼人 現在要在我的袋裡 拿些錢出來去益某一些人 那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接受這樣做法 當年的辯論是非常激烈的 連鄭凱泉都說反對政府的方案 但當年鄭凱泉就投了贊成票 這個是比較 我自己覺得奇怪 都不奇怪 因為他那個論點 他的論點是反對 但是他那個現實 他說他會投贊成票 當年他都說我要申報利益 因為我是兩間保險公司的導師 這也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扭曲 就是你有些代表銀行財金的人在裏面 那他的投票結果當然是幫助那些人 當年還有當然議員 因為當時那個爭論 剛才開始解釋那個強積金的政策的時候 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政府沒有參與那個公款 因為當初是有三方公款計劃 被政府吞泡 是吧 那將責任擺到僱員僱主 當時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你將責任擺到僱主的話 僱主一定是從人工那裡著手 是呀 最後其實是百分之一百僱員 是吧 那你再給強積金是一個私人的公司去經營的話 那個利潤一定是蠶食了僱員的貢獻 那還有大家都看到呢 講開那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你將那些強積金 就是那個公款不斷累積下去呢 而這些所謂的管理機構呢 其實都是透過股票市場去投資 當然有部份又是買這個各方面的外幣 但是不少主要是在這個股票市場的投資 那你見到說數以千億 是吧 雖然累積到數以萬億的資金 在一個股票市場其實可以輕波作浪的話呢 是令到那個所謂金融的 就是機器和有關人士 比如剛才講到占培中那類的那些 是他們這一類型的人 更加可以透過這個 就是炒賣呢 或者這個買賣呢 就是賺取不少的利潤的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金融市場 就是股票市場 除了說因為這個內地的公司在香港上市之外呢 強積金累積的資金 在一個金融市場那裡推波助瀾呢 也都有一定的關係在那裡 比如我記得十幾年前 每日香港的股票市場那個金額呢 可能都是幾百億或者二三百億 哇 現在這幾年已經過千億了 是不是 今天都過千億了 那變成那個資金越多呢 那個股票市場那個炒賣的活動就越頻密了 那正而令到 哇 政府要成立這個香港什麼金融中心呢 去這個弘圖偉略 這個版圖呢 就是更加可以這個輕易 人人都炒 大家都看到就是那個利益的問題了 那作為年輕一代 是不是 就是自己不忍自己的血汗錢 哇 跟著那幾十年要放下去 被這些賊繼續在那裡搶 繼續在那裡掠 繼續在那裡分紅 政治分贓 那你覺得有什麼方法能夠迫使到 這個這麼不公義 這麼不合理的制度 可以令到政府要改變呢 首先提出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提出廢除了 這個惡法先 先廢除 先廢除 跟著我們先再 你要推倒一些搶掠的罪惡 跟著我們再建立一個 就是我們大家都認同的 一個退休的制度 這個要配合 我想首先一個觀念要改變 因為很多人一說到退休保障 哇 當然是一些老人家的議題來 就是肯定那些七到八十的人 才走出去遊行示威爭取 事實上也是 的確有不少是老人家的爭取 而且他們呢 我很佩服他們 因為我這幾年都有參與聯席的行動 每次都很早 例如立法會有時的會議 很早到九點鐘到七點鐘就到了 如果行政會議 你曾任權就慢慢 到九點鐘才見人 他們六點半已經在西閘等你了 有些還有在新界、荃灣 或者很遠的地方 自己坐車來 很多人就說 這老人家這麼辛苦為甚麼 有一次我也想問這老人家 如果爭取了全民退休保障 大家的生活就好一點 然後老友記跟我說 不是的 這個政府就沒那麼好死了 這一代全民退休保障 我想我就看不到 不過我就要幫我的子孫去爭取 我聽到這裏有些感慨 我以為我參加全民退休保障 其實都是幫現在的老人家 原來不是的 現在的老人家 應該反過來 他們正在幫我們 所以走出來的應該是要我們 現在的老人家心水很清 對現在的曾用權政府已經絕望 死心了 他們現在為何還要出來爭取呢 其實就是希望他們的子孫 不要像他們那樣 那些老人家很積極 也都很投入 我都見到很多時候 他們很多活動都有參與 但是你過去看到 這些老人家的參與 就是政府見到他 他喜歡做戲的 就是來握手 是呀 然後回去就拍拍拍拍 甚麼都不記得了 你看不到他有誠意去改 過去唯一有些少改的 就是要拿強監管行政費 那個百分比 立法會談過很多次 是吧 最近有些看到他下調了 是吧 因為過去搶得太多 當然不搶你這麼多 是吧 但是政府落實 和表示有任何 射毫的誠意 說要檢討 或者是廢除 或者是由這個 雇員雇主合同工的計劃 改為三方工款 再加上你剛才所說的 那個總資基金 政府真的是完全想都不想的 那你有些甚麼方法 就是迫使到去做 就是你不再做一些激烈些的行為 不再做一些衝擊這個政府的行為 這個政府當你傻的 是 是吧 好像那個 那個 就是 替武方案 一樣 你沒有二十二萬人上街 他都照去的 是吧 等同這個 03年那時 23條 你沒有五十萬人上街 他都照推的 所以 你看到這個政府 就是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 已經成為現時的 就是這個管治班子 還有那些財團之間的默契 還有一個 就是 所謂已經合理化 合法化的一個 就是運作模式 是吧 合法的 我成立過強積金 你們捐了些錢出來 講捐啦 不是這個工 是吧 跟著我們就分贓 合理分贓的 百分之1點幾 2點幾 有些多的 就整個 幫你虧了 幫你虧了4-5% 是吧 跟著那些大財團 那些顧問公司那些 哇 那些顧問費就不斷 不斷 是不斷 合法的 就是你沒有任何法律上 可以挑戰到他的 跟著有些退休公司 幫他打工 我們這麽多年 見不少這些行為的 那你說要去改 我們看著他 就是這樣 就是 代水了 有些代水 退休走人了 退休之後 又再代一筆了 那怎樣呢 怎樣逼到政府去改呢 我自己看 就是在市面上面 就是有 就是 就是很多不同的 就是朋友 都是很反對這個 拼職金 包括就是 就算他不是 就是政見不同 也好 就是他支持建制派 也好 他都很不喜歡拼職金 那些朋友 可以動員出來的 就是早前有些人 就是普通市民 打電話給我的 因為早前發會在聊 大救 發起一個大家 停工拼職金的行動 是吧 就是有些這樣建議的 是 喂 但是是犯法的 大佬 是公民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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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都是犯法的 那你三兩個 那就沒什麼用 除非你說整個百萬人一起 停工 就是停工 但是你覺得 香港人 香港人 喂 大佬我們扔著招 你被人拿到他臨頭 是吧 我扔著飛機 紙飛機 那些人已經罵了 哇 你說公民抗命 呼籲那些人 停工強積金 會不會又說那些人 指責你 說你擾亂香港的金融體系 是吧 你破壞香港的股票市場 真是罪大我極的 你們擔不擔心 這些指責呢 其實這些指責 就是轉而遲 其實 我們推全民抗有保障 有不少 特別是右翼 很多的 就是走出來 用種種不同的理由 反對我們 又說外國這些 證明失敗的 那現在強積金運行不錯 有5% 為什麼不繼續呢 就是有些學者是這樣的 那些學者因為 要拿稅 然後轉過頭 曾蔭權就用學者的說話 那些智庫都這樣說 所以我們就不要搞全民隊 有保障 你知不知道有些學者 是某些智庫的主要負責人 而那些智庫就是大財團崩水 所以我們有時都很興 比如在城市論壇 或者去公開論壇 那些人完全是財團的打手 所以我叫你民棍 不要叫他們學者 這些就是民棍 你說寫文章去報紙投稿 那些報紙不登 我們呢 其實今年3月 都開始Hit 我們聯繫出了700份文 去報紙投稿 只有一篇投稿 是這樣的狀況 全面封殺你 所以接下來我們都幾方面的功夫 在傳媒文宣那邊 我們有時都要上來人民力量 就是我們都不可以靠主流傳媒 一些網上的媒體 或者一些民間的媒體 我們都要靠那些 因為你主流傳媒不能說了 你說全民退休保障 或者說廢強 我們真的要靠主流傳媒 第二件事 即是接下來 特首那個跑馬仔選舉 這些就是一個時機 追著唐英年來看 追著 就是 即是 當年那些獎 對 當年那些獎 對 我跟他計算數 這麼多間這些所謂管理公司 過去那十年賺了多少錢 大約每年 我看了一篇報道 是說現在 現在這個 三千多億這個 每年大約是71.37億 每年 即是十年 可以少些 對 可以少些 你計算起來 都隨時數以百億 大約三百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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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一計算 還有最近未來 那十年 二十年幾 因為幾何級星 你開頭市 慢慢會越來越多 是嗎 柯傑徐呢 剛才你有提過一件事 就是說 即是用什麼行動 方法去爭取 我覺得有一件事 都可能是聯席暫時 都未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那個 令到整個方案 在民間是很熱烈去討論 因為其實 很多人會說 全民退休保障知不支持 是支持的 但是那個方案是怎樣 未必很清楚 是不是真的行動呢 那你有提到 我們其實很多 傳媒上的東西 都被一些 就是有益的東西 扭曲了 有時候在民間上面 要爭取這個支持 其實都是需要 很多很直接的去解釋 去解釋 所以我們現在 都很努力去做 這方面你可以想的 就是剛才你說到 那個 就是要財團 在一個利得稅那裏 擺一部分 當然就是 你那些民棍學者 一定會 幫那些財團出聲 立法會也有班人 幫他出聲 一定的 但是如果你試一下這樣想 政府有盈餘的 就擺在一個總子基金 是的 那其實 那可能真的 民間和那些財團 都未必反對 我先把這個總子基金 譬如儲夠幾多 百億或者幾多千億 是吧 那然後呢 你跟著成立一個 三方公款計劃的 就是強積金 或者是那個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相對地 那個的阻力會少了 是 那可能就要計一計 那數 咦我這個總子基金 去到幾多億 只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是吧 還有你們建議 公二點五 其實真的很少 是啊 我們其實很保守 我們這個方案 真的很保守 如果他連這個方案 都接受不了 他真的不用搞的 就是2.5% 哇 你看看美國 你看看新加坡 一些比較先進的 台灣 不過台灣不要說 台灣自己自己一塊 然後另外盧保也有一塊 所以台灣大約6左右 所以我想全世界 都沒有一個 像香港那樣 我們公二點五 而要求那個金碼 只不過是三千元 最基本的 三千元其實很少的 你相當於 一個大約三成左右的替代率 如果你去美國 或者歐洲 甚至乎 現在 內地農村都在講全民 推游保障 人家六十歲就有了 我們這個都六十歲 其實要做這件事 我想要兩條腿走路 第一 你在那個宣傳 和建議方面 要不斷推 包括透過傳媒也好 透過社會行動也好 另外 就是你那個方案 那個內容的調整 都要逐步說服各方面 是可行 是吧 政府其實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條件 都看到 今年不知道 今年剛剛突然間 股災 股市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今年 會不會有盈餘 可能是一個 較為 這個 不肯定的因素 但是如果將那個的盈餘 那一部分 放下去 其實你都幫到政府 政府不用想這麼煩 就是年年有數以百億盈餘 豈有煩 每次派錢都派到給別人 麻煩 但是要說服一些 所謂的商會 過去政府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哇 那些大商會 一吵 喂 你大律師工會反對 他都不理你 好像這個 替補方案 但是你任何的政策 好像最近這個 所謂的反壟斷法 是吧 都不是那些大商會 大商會都未認真 就是發力 那些中小企 一吵 政府已經騰雞到叫 是吧 就是要求救這個中聯辦 就是要中聯辦出手 就是幫叫 叫那些中小企 不要那麼多聲氣 所以你看到 咦 工商界那個壓力 其實都不少 是吧 那你要說服工商界方面 不要說贊成 不要激烈反對的話 對那個問題 都會有些幫助 其實所以 譬如我們講的利得稅 那個位 我們都不是很敢 講到很大的 我們主要是講 譬如你有超過 一千萬 net profit的公司 那你每年都 其實我們都是1.9% 1到2% 因為其實 過去幾年前 曾經是減過1%的稅 其實我們只要是 回到原位 再多多一點點 那我們希望 就是阻力已經減到很小 等等 你越是講這些 就是要一千萬利益 那次涉及 就越是那些大財團 那些是最惡的 那些 我們都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都不是說 完全一定我們的方法是最好的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方法 就是一齊訂出來一齊談 甚至乎 如果政府說 我揹好它 我每個月所 兩交牌三千元 最多我稅收那裏再處理 就是我們都未必完全反對 就是我想 我們希望計算一條數出來 告訴別人 就是這件事是活的 是做得到的 還有它不做就不行了 就是最大的問題 現在商會好 就算它反對它 它只不過中國問題押後了 到2033年的時候 到時解決不了人口老化 那個問題一樣會出來 但你們有沒有計過一條數呢 就是譬如 剛才我提到究竟哪一個管 是 當時在90年代講這個強積金的時候 當時也有不少人士建議 應該政府成立法定機構去管 就不要給私人機構了 你們這個計劃 是不是都會由法定機構負責管 沒錯 我們一定不會給私人機構去管 是的 但如果是法定機構負責管 會不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你計算永遠都是一個假設性 譬如到了一個階段 通脹問題又厲害了 因為大家看到通脹是這樣升 你那個投資回報又未必那麼高 雖然你是個法定機構 你的管理費可能相對地較低 但是你那個通脹繼續升上去的話 到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後 你所集資的那筆錢 其實對那個受益人來說 根本是不夠生活的 所以我們那個方案 我們現在的方案計算 其實就會根據那個通脹去升 所以這個因為我們的錢 收了回來 相當多的部分會馬上 用回到現在的老人家 就變成那個錢會即時流轉 不像現在的強積金那些 你可能拿了三幾千億 就走到其他 炒炒完又輸了回來 到老的時候 原來只剩這麼多 我們那個處理方法 就跟強積金有最大的分別 主要就不是透過投資和食息去處理 而是透過儲蓄多方融資 壯大了資金來源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方面其實也不用擔心 你計劃的數字應該穩定 穩定的 不會說過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後 你們儲蓄或者集資金額 是不夠供款的 而所有供款對老人家來說 都是應該足夠當時的基本生活 還有通常這些計劃 例如外國都有些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外國可能有每五年 根據最新的人口的變化 就做一些調整 例如經濟好些可能會加的 經濟不太好的時候 可能又增加某些財團的供款都不停 可以這樣處理 所以現在最關鍵是要盡快做 因為那個人口高峰期 其實已經開始越來越近 今年2012年 不過年輕人的數目 已經開始沒有老人家那麼多 老人家越來越升 如果現在不處理 他將來想處理 他都做不到 根本成本太大了 我想在學者方面也好 在關注團體也好 關於現時強資金的不足 大家都很清楚 問題就是現時這個政府 或者接下來這個新組成的特區政府 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有沒有這樣的願景 就回老人家面對這個退休的問題 香港整個社會要面對這個退休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好的建議 會不會落實考慮 就是這個全民退休保障 這個三方的計劃 就是去為老人家 或者為未來的下一代做好它 我想這個要大家努力 接下來的特首的跑馬仔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渠道 你們也好 人民力量也好 都應該集結一些力量去追擊它 問問啊 唐英年 大佬 九五年的時候你支持過這個計劃 你怎樣加下埋單 要賣數 怎樣去改善 怎樣去提升 其實梁振英都有份 都有份參與 所以其實現時政界所謂熱門的特首人物 不少都有份支持這個強積金的計劃 我想在未來的日子 我想大家可以多些關注 亦都想在行動上 看看怎樣可以做 人民力量各方面繼續配合 有機會再請幾位上來 如果可以的 請幾位疑似特首候選人 做一個政黨所謂候選人的辯論 或者你也有機會出席他那些候選人的辯論會議 就是要他們解答有關的問題 或者未來下一代 這個退休面對的苦困 看看有什麼好的建議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探討到這個階段 我們有機會就大家 就這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再作多方面的討論 多謝大家 拜拜